近期 中共內外部均出現異常動向 前海軍司令部中校搖城爆料稱 中共軍委第一副主席張又俠正在對海軍採取措施 前政委秦升祥與現任政委袁華志正在遭受調查 兩任軍委前海軍政委苗華所提拔 此舉被認為是張又俠要對苗華開刀 前不久 澳洲華爾學者李俊在海外社交媒體上透露 傳前中共軍委辦公廳主任秦升祥上將被帶走調查 秦升祥是習近平的親信 責任軍委改革辦主任和海軍政委 李俊指出 秦英軍改問題早該被抓 而該消息也從其他渠道證實 搖城表示 秦升祥和袁華志的調查 或表明習近平已失去對軍隊的控制權 此前 軍方一系列異動也引發了外界關注 特別是前陸軍政委秦樹彤的落馬傳聞 秦樹彤同樣是習近平的親信 其被查進一步顯示 習近平在軍中影響力可能正在下降 此外 齊防軍高層多位將領近期被爆出問題 包括火箭軍將領李玉超 劉光斌 張震忠等 中共的軍改如今看似陷入困境 張奧霞對海軍的整肅可能是進一步的權力鬥爭 習近平論員分析 張奧霞作為太子黨成員 根基深厚 近期又與習近平陣營的矛盾加劇 如果張正式倒戈反習 這將對習近平造成嚴重威脅 與此同時 近日 中共反腐高官落馬 品創紀錄 截至2024年10月 中共已經有46名高官接受調查 超越2023年全年的45人 最新被調查的高官是海南省紀委副主任陳孝波 10月10日 中紀委宣布他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正在接受調查 同一天 中國人民銀行前副行長范一菲 因收受超過3.86億元人民幣賄賂被判處死緩 不得假釋 這是今年以來一系列金融高官被查的最新案例 其他接受調查的金融高官 還包括中信集團副總經理徐佐 中國農業銀行原副行長樓文龍 和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李吉平 習近平在年初誓言將繼續毫不留情地打擊金融 能源 製藥和基礎設施等關鍵領域的腐敗 外界認為 中共就是黑幫利益集團 大家都是為了謀財 虛的反腐 勢必會觸動更多人的利益 其內部震盪或越來越大 當前 中國經濟持續惡化 企業倒閉頻繁 失業問題加劇 地方政府債務沉重 房地產危機愈演愈烈 與此同時 習近平在新一任期內面臨內部鬥爭加劇的局面 眾多親信相繼下台 外界關注到 在中共十一招待會上 黨魁習近平講話 被廣泛解讀為欲含深刻的政治含義 習近平在講話中強調 要堅持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專欄作家王赫認為 林日環和溫家寶坐在習近平左右的位置暗示了深意 習近平目前處於前所未有的艱難時期 經濟形勢嚴峻 元老們在背後對他施加壓力 使他難以像過去那樣依靠元老的支持 為此 習近平需要安撫並拉攏這些元老 中國現已進入可能發生突變的階段 中共陷入了雙重危機 一是習近平領導危機 二是中共的統治危機 如今 習近平一旦垮台 整個中共也可能隨之崩潰 表面上 中共仍試圖維持習近平的地位 實際上已在內部做出了一些調整 並隱藏了一些實質性變化 與此同時 中共面臨的外部形勢也日益嚴峻 今年9月 中共在海南島成功試射一枚洲際彈道導彈 射程覆蓋南太平洋 進一步引發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導彈研究員蒂莫西·赖特 對此次試驗做出評估 認為這是中國解放軍 評估其遠程導彈跟蹤能力的絕佳機會 然而 赖特也指出 中國的衛星 地面站和最終船網絡 仍處於發展階段 其太空情報 監視和偵察能力有效性 仍有待驗證 外界還觀察到 中共這次試射還伴隨著中共兩艘航母出動 驅逐艦與俄軍聯合演習以及台海區域的經濟活動 表現出針對美國及其盟友的強硬姿態 然而 這些行動被分析為顯示的虛假作戰能力 中共的實戰能力受到質疑 據分析人士稱 這次試驗使用了矯老型的東風3E洲際彈道導彈 外界根據中共公布的彈道飛行路線及發射圖片推測 這次導彈從海南省文昌附近發射 落點接近美國夏威夷 南太平洋海域 導彈發射涉及的火箭軍部隊可能是隶屬於火箭軍62基地的四川宜賓621旅 帖次顯示 621旅某營的導彈發射車從四川宜賓機動至廣東湛江 再經過海路抵達至海南文昌 最終在發射場發射 然而 從四川宜賓到海南文昌距離有1600公里 即便連續不間斷趕路 仍需要至少19個小時才能到達 這種長途機動發射導彈的操作 被認為是在實戰中效率極低 遠離戰場的部署顯得不切實際 按理說 導彈旅應該在接力後迅速就近 前往預設陣地進行發射 而不是長途跋涉 倒數千里之外的發射點 中共軍委可能選擇海南文昌作為發射地點 主要是為了降低發射失敗帶來的風險 如果導彈從四川發射 以及火箭脫落後殘骸 可能會落在中國境內 可能會造成事故 而從海南發射 導彈殘骸更可能掉入海洋 避免對陸地上設施或居民區造成威脅 並降低相關失敗信息外泄的風險 這些選擇也反映出中共軍委對導彈性能的信心不足 雖然中共國防部宣稱 這次試射有效驗證了 武器裝備性能和部隊訓練水平 但從海南發射 而非直接從導彈基地進行測試 更像是一次試驗性操作 而非完整的核武器標準流程測試 這表明 東風31AG導彈的實際作戰能力仍有待驗證 相關軍事行動在面對複雜局面時 可能難以有效應對 外交層面上 中共這次試射引發了地區關注 日本與菲律賓受到導彈試射可能導致海上垃圾掉落的通知 但一些太平洋島國 尤其是靠近着陸區的國家 如吉里巴斯 並未涉嫌獲得任何通報 吉里巴斯總統對此提出批評 稱其國家沒有提前收到任何通知 中共對外擴張的野心展現還不止於此 在10月10日 中共外交部宣布對三家美國軍工企業 即是一名高管實施制裁 雖然是針對美國上個月 向臺灣提供的5.67億美元軍事援助 這次受制裁的三家美國軍工企業是邊緣自製運營公司 亨廷頓英格爾斯工業公司和斯凱迪奧公司 這次還涉及這三家公司的實名高管 此類制裁表明 北京不僅在軍事上展示實力 也在外交層面上採取更為強制的反制措施 以應對美台軍事合作帶來的挑戰 最近導彈試射和制裁行動反映出中共對美國 加強對台軍售的強烈反應 北京長期以來警告美國 任何對台軍售都會引發嚴重後果 而這次軍事援助 顯然觸動了中共的核心利益 中共外交部的制裁措施包括 凍結這些企業和個人在中國的財產 禁止中國境內組織與個人 與他們進行交易或合作 並禁止他們入境中國 包括香港與澳門 自習近平上臺以來 中共對台灣問題的立場日漸強硬 特別是 隨著中國軍力的發展 武統台灣的聲調不斷升高 解放軍加強對台軍事準備的速度也在加快 促使台灣尋求更多的軍事防禦支持 美國對台軍售規模與頻率也因此有所增加 拜登在9月30日 批准了最新一次對台軍援 規模近6億美元 這筆軍援通過美國國防部直接劃播 這次快速的軍援交付表明美方對台防衛的重要承諾 另外 中共對台商的管制也在不斷加強 有消息指出 目前有4名台灣籍富士康高管 因涉嫌非公收賄 在中國鄭州被中共公安拘留 至今無法返回台灣 台灣陸委會對此表示質疑 指出此案怪異 而且可能涉及地方公安的腐敗 於濫用職權 根據台灣陸委會的聲明 這4名高管在鄭州被拘留 鄭州是富士康的主要生產基地 運營全球最大的iPhone組裝廠 陸委會也用鴻海科技集團說法 表示這些員工並未損害公司利益 公司也未向公安報案 因此 這些指控顯得不合理 陸委會呼籲中共儘快展開調查解決此案 並且指出這類世界嚴重打擊了企業的信心 根據報導 有知情人士透露 當地人士可能與公安聯手栽贓這些高管以謀取私利 近年來 多名在華外籍高管 被中共當局拘留 引發跨國企業對員工安全的擔憂 對此 台灣陸委會今年6月 將大陸旅行警示提高至次高級 建議台灣民眾避免非必要的大陸旅行 防止因中共收緊國家安全法而被非法拘留或審訊 面對這一系列事件 台灣並沒有服軟 2024年10月10日 台灣舉行盛大雙十級國慶慶典 台灣總統賴清德在總統府前發表了其善任以來 首次雙十之詞 強調國家主權 自由民主以及人民利益 進一步彰顯台灣的主權獨立地位 然而 在中國大陸 官方媒體和主要網站對此之字為題 但是一些網民通過社交媒體回顧中華民國歷史 引發了廣泛的討論與共鳴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訂閱、點讚 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 感謝您的支持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